上天入地 莫丸鸡 莫丸鸡的确能够出好的石头 但是 开始吧 今天这一期呢 大家好好研究一下莫丸鸡 就是我们常说的黑石头 大家都知道上天入地 莫丸鸡 黑石头其实是一种很难去玩得了 为什么说很难呢 我们今天也是摆了有差不多5块黑石头在这里 来给大家尽量去表达一下黑石头究竟应该怎么玩 什么样的黑石头可以玩 什么样的一个黑石头就不要去碰了 这些石头都是我全部都切过的 我们拿那个教材来直接跟大家来分析 看一下这些皮壳 这些石头的皮壳都是黑黑的 来看一下这一块 首先它的重量是比较轻的 那我们拿到原始说重量轻这一个方面的话 我们首先 关键上就把它pass掉了 我们再看它的一个皮壳 它的皮壳也是相对来说比较松散的 就简单的就从重量上就单一的就排出了 切开来看看到没 满是显的一块料子 就几乎就已经没有什么用了 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第二块 第二块的话我们会看到这个石头的话 皮壳会比第一块稍微紧一点 然后重量方面也够 可以看一下它这个皮壳相对来说可以 当时我记得是 这一块 这里面石头是有一块是切涨的 其实切出来会有这么一个稍微能到冰种的这么一个感觉 但是主要还是这么一个新冰油清底的这么一个感觉 那其实作为黑石头来说 几百块钱能够切到这样种水的话 算是在黑石头里面大涨的了 接下来看这一块 其实乍一看感觉皮壳还行 是不是 但其实这些皮壳都是被刷过的 那我们看一下它的一个侧面 里面的情况还是很复杂的 颗粒感会比较重 是一个落种飘花 这个当时我记得也是几百块钱切的 可能现在看着会比较扯 但是如果黑石头能够切成这样子 而且裂也比较少的情况下 算是切平的一块了 再来看下一块 这块黑石头呢 我们会发现上面全是满满的一个矿渣 切出来一个落种的裂很多的这么一个材料 这种材料就是我常说的 实质无味气质可惜 有点嫩空了 这个材料总没有上两块来的那么老 而且细纹裂很多 这种石头的话也不太建议去做货了 那其实刚刚看的这些石头呢 都是几百块钱切出来的 那几百块钱可能对于在这些黑石头里面 我们内行来说基本上是不会去碰它的 那外行呢 我也建议大家就花几百甚至小千的价格去玩 玩一下算是一个入门的门槛 也知道说黑石头应该怎么去玩 但是价格高了就不太建议大家去玩了 我们接下来看有一个好的黑石头 那我们今天再拿一个好的黑石头和大家对比一下 看一下这个黑石头是一个大面积开窗的 对吧 对 我好像看到有一个凹下去的痕迹 你是说这里吗 对 这里很多粉丝他都不理解啊 说这个凹下去的能代表什么 其实这个凹下去的它讲究是很大的 它这个的话可能就是50%甚至80%的概率里面是一条列 而且我们会看到它凹的两边它的皮壳的质感它是不一样的 一边皮壳会比较紧一点 一边皮壳会比较就是会偏向断口一点 是吧 两边皮壳是不一样的 那两边的肿水肯定是有差异的 其实这个说到肿水差异的话 这个石头其实拿到的时候我们就是这样子 我们看它开窗都是开在这边看到没 你看肿水的话能到达一个淡油清底的这么一个冰种的感觉 肿也不是特别老 比较一般 它没有把窗开在这边 甚至它在这里都开了一个窗 偏偏在这里没有开 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不知道 说不出来 是因为你看到没 它这里也是隔了一道列的 这里是百分之百是列 一道列 就是从这里的话就可能会不一样的 对一道种一道列 开窗的人是很明白的 他说如果说我把窗开在这里 那肯定没有开在这里来的价格 甚至价值来的那么大 所以它在隔了列的另外一部分 它一点都没有去动它 这个会涉及到一些问题 这个其实是很简单的一些入门小技巧 在黑石头里面是特别常见的 然后的话其他石头也可以稍微用一点这个概念 其实这一个开不开窗对于我们来说影响并不大 因为我们拿到石头就已经知道另外一边肯定没有什么东西了 所以我们去打价格的时候也尽量不要往上面去打 我们能看到多少肉我们就给它多少价 如果说这个价格它不肯卖的话 我们再尽可能的再想象一下这个石头能切出什么东西 再给它一点溢价空间出来就可以了 然后的话这块石头粉丝买它的价格也不是很便宜 然后的话粉丝让我帮它代切 然后我们就拿到市场上去现切吧 开门了啊 老板老板 给我来一刀 要按线切是吧 对对对 就一根吗 一根这里 两根稍等一下 我还以为人会在那个凹裂上去 不会不会 我们不会把刀裂就是好的和差的分开 因为这样这样子你差的卖不上价 我是感觉应该要么就朝这里 但是这种东西我们不敢做主 因为这种东西都是贵的东西 只能说是看着它裂 跟着它的裂去抓大裂走 因为这里表现出来 我也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好不好 对不对 万一是好了这样子一接下来 就从这里开始刷伤过去了 对就少了一万块钱了 那是有 那真的有 如果质量好的话还不止一万 不就这样子走 对吧 这样子 朝那里 往上 对对对 可以吗 再往上一点 ok 还在这个 这一个裂的中间走 你不走的话 它拆一下就切了漏 再往上点好了 还要再往上 ok ok 还是放不住 还是收手的话是这里 嗯 这个位置切了一点 是这个角度啊 嗯 对 见证奇迹的时刻 上天入地 莫弯机 莫弯机的确能够出好的石头 但是好的石头肯定是被它们圆头那边的呃 呃 翡翠公盘甚至说是矿主已经切掉了 等到我们能够拿到手的黑石头都是肯定是被它们挑过 在他们眼里看来都是没有机会能够出好东西的石头再留到我们手里 你看了这么五块石头 总结一点经验给大家的话 就是表面上啊 表面上大家看我们玩了这么多皮壳啊 这两个皮壳相对来说出的热是比较好的 我们会发现它的皮壳都有一个特点 它上面多多少少会都有一点沙力出来 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沙力出来 看到吗 像这种没有沙力的石头 切出来的东西就总就很差 看到吗 特别是像这一块 你看它整体的结构皮壳结构都很粗糙 出来的肉质也是那种种很差的那种肉质看到没有 晶体感特别重 皮壳上都能看得见 还有像这种啊 这种是一块满死险的一个料子 我们常规认为死险的石头是可以切的 因为什么呢 死险的石头的话它的险不会浸太深 但是也不一定啊 你看这一块 它死险就满了 基本上只留了这么一点点肉 而且这个肉还没有什么用 好吧 那如果我降我会要玩死 你一定要玩木 你要去玩那个会有一点翻沙的石头 然后的话都要多看一下皮壳 这种表面上粗粗的皮壳不要玩 然后的话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说 死险的石头不一定会浸 好吧 这个东西它是有概率的 它只是不会进的概率比较多 但是进去的概率还是会有的 我们玩赌石 玩磨玩鸡 要更加的胜中胜中再胜中 你作为一个外行来说的话 虽然说这个黑石头对你来说 有很多的挑战性和神秘感 会更想愿意去当一把毒狗 但是说你这个毒狗 你这个冲劲一定得建立在你的一个对石头的一个认知和一个判断上 你再去冲 不然的话冲的话就是你只能当炮灰 先当不当韭菜先别提 哪怕这个石头你是一百块钱买的或者说是一万块钱买的 你都会垮 还有大家可能对这一块大的石头比较好奇是吧 可以跟大家详细讲解一下这个大的石头 这个大的石头的话其实它来的价格并不低 因为它是一个大面积开窗 并且会呈现这么一个冰种油青的这么一个感觉 它还不是糯化 它还不是糯冰 它能达到一个冰种 厚的话它的皮壳上会有一些松花 松花就意味着它下面会飘花 甚至会长色带 但是我们之前有判断下来 里面这个下面会变种什么的 你就像这个 其实这个石头的话 它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 种水比较好的一个猫水 我们常见的猫水的话都是一个 落种落化 甚至好一点在落冰的这么一个猫水 但是这个猫水呢 是能达到一个冰种的 是吧 而且它这个人开窗开的都非常有技巧 全都是开在冰种的位置 这一块的话 可能是它当时失误开了一点白肉出来 下面什么东西都没有 它开窗只开在有肉的地方 所以这个石头的话 我也觉得没有必要再切下去了 因为窗的人真的很厉害 还有一点更关键的事物 我不太建议大家去玩打流氓窗的料 流氓窗的料 其实过去一年陪大家玩了太多流氓窗的料了 然后也总结了 其实流氓窗的料子在行内来说是不被接受的 而因为它为什么会打流氓窗 大家都是心知肚明的 要么就是你当中一刀切开 要么就是全脱纱 要么就是全都没有动过的全蒙头 妥妥的再堵皮壳再堵敞口 是吧 这些都是可以去玩的 但是流氓窗的料子 大家一定要切记不要再去玩了 这个就是很好的一个证明 开一个窗买给你十几万块钱 一切开来 就只有开窗那点表现 里面全是白肉 那我们这一期黑石头实战玩法 就差不多就到这里了 我的建议 个人建议 不要再玩黑石头了 作为我们毒狗们 不要再玩黑石头了 石头虽然会切垮 我们得到一个经验 它却是无价的 在你有足够多的经验之后 你再去玩黑石头 那个时候你的胜率会变得更高 感谢大家的收看 祝大家生活愉快 拜拜 拜拜